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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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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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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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它的缺點還是跟其他的都差不多啦 就是大燈的亮度在台灣的道路使用上 其實滿多車主都有點無奈 因為好像都不是那麼的夠用 而且LED的亮度在用上好像也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儀表的部分呢 一樣是採用全液晶簡直的儀表 不過它跟300R又不太一樣喔 300R是沒有內建檔線 不過150R它有內建檔線 它很奇特 它整個的外觀甚至是螢幕顯示的部分 都一樣 那聽其他的車友說 其實150R的儀表後方 跟300R後面其實都已經有預留位置了 好像直接把它換過去就可以了 不過轉租上面會一樣嗎 所以就不太清楚了 而且其實以零件來說 你如果直接整個儀表都換的話 好像比較過難 那導播直接去改裝店 去找一個外掛的暖衛顯示器 直接外掛上去 可能比較便宜 雖然說它會有多一顆東西在旁邊 不過CPS是怎麼看中的上面 我還是覺得這樣比較好一點點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 比較完整度原廠型 完整度高的玩家的話 你可以去研究看看 聽說 它的儀表上面其實都有留位置 那只是把它拔掉了 像連廖號都不一樣 對這個部分 不知道耶 因為它這個訊號顯示出來 到底會不會一樣 我就不太清楚 畢竟這是車友之中的小道消息 有沒有這樣 真的Oper OK 我也沒去拆過 也沒去研究過 這個部分 對於有興趣的車主來說 可以去看看 那這一台150R呢 目前台本好像一直沒有打算要把它引進 所以你要買的話 只能去找水貨商 那水貨商的報價 2018年的車 沒有ABS版的話 是11.8萬 有ABS版的話 是17.8萬 價格2018、2019 可能都落在這附近 那大家再 考慮一下 你是不是對於這台車這麼有愛 想要去買它 那畢竟價格 也不是那麼的親密 畢竟高了一點點 貨物稅 那加水貨商的價格總是要賺的 那我們到區間測速的起點 這個地方 牌子的後面有一根 射速照相機 嗯 大家如果車友 有在各LINE群組的話 應該有發現 最近有一張 蠻special的法單 就是在 好像是這一支牌的啦 那 等一下呢 會帶大家 走一下 就是 傳說中 當地 居民 的 專屬小路 不過現在大家 常跑這條路的車友 不管是通勤也好 還是常常上海 跑山素亞的 車友也好啦 那 可能對這條小路 一定蠻熟悉的 不過沒關係 還是帶大家 跑一次 那 路口的部分 其實蠻不明顯的 自己 就稍微注意一下下 就 反正你左手邊 看到 商店 就是 那邊 商店的對面 有一個小巷子 直接 騎上去 那 這條路 小小的 而且 坡度也蠻陡的 所以 你在騎的時候 所以稍微放慢一點點 其實騎 過去的話 這跟區間車速的時間 差不了多少吧 不會差哪去 只是 就是 你可以 省去在那邊 算時間的麻煩 直接 騎就好了 不用去 管他到底 時間 到了 然後 要不要在 車速前 停一下 喝個咖啡之類的 就 這段路 都是一些小路 那 你如果晚上要騎的話 也特別小心 因為這邊就是 完全沒有路的 那 當地居民也 其實最近 也有點 抱怨啊 說 有一些車有經過 都會 拉轉 那 居民們 其實都覺得蠻吵的 可是 我騎了 其實也騎好幾次啊 不知道是因為我都早上騎 還怎麼樣 就 騎的時候通常都是 兩三台啊 其實也沒有 而且大家 時速都很慢啊 其實都慢慢的滑過去而已 也不會去 有拉轉 畢竟 路那麼小條 你會拉到哪裡去 不過 居民有這麼說啦 我們就稍微注意一點點 因為 到底 什麼算超 太曉得 畢竟我已經沒有路過 不過 大家如果 假日要跑的話 就 我們自己小心一點點 因為 這條小路的 旁邊 就是 警察局 那 之前已經有遇過了 還沒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有在猜說 這個部分 會不會到時候變成一個爛差點 因為 每過必中 而且又是在警局空空 又空地 其實算好爛 果不其然 在不久之前 就 一大清早 就 聯合雞查 所以 一整批的車友 全部被叫去 裡面 驗車 驗噪音 所以 你如果 要跑的話 可能 自己衡量看看 你的管制 或者是 說 還是 先看看車友 其他車友 有沒有一些路況回報 畢竟以現在的法令來說 他要驗 你就非得給他驗 那 他驗了 會不會有問題 或是怎麼樣 我們也忍適合去審數 我們也很難對 警察人員有 太多的 作為 你也拿他 沒什麼太大辦法 不過這一塊 還是 有一批人 正在默默的努力 就 支持他們 近代 之後 可能 會有一些更好的 修正成果 那 小路 跑完之後 就 剩下這一段 我會跑到龍武功 這一段的話 因為 已經比較熟悉了 所以 速度就會比較偏向 正常的速度 所以 回去測一下 整個的 車子性能 但 畢竟 還是陌生的車種 我還是比較 不會去 機線操作 還是 稍微快一點 比較正常的時速 不會像 182這一條 那種 莫名其妙的出現日期 所以 儀表上的數字 大家看看就好 就 觀感不好 但 這不是正常的時速嗎 OK 就先這樣吧 我們剛剛 儀表講完了 那 懸吊的部分 其實他這一次的懸吊 給他還蠻夠意思的 他前叉的部分 是使用 SHOW 的導力是前叉 精品式的喔 而且 他的儲度也蠻夠的 可是 畢竟因為是輕檔 所以 在成本上面 控制考量上面 他是設定值 完全不可調 那 避震 後避震的部分 他則是採用 一般的重置避震 他也不是多連桿 而且 他也完全不可調 而且 場處上不是怎樣 就不是怎樣 我們 只能用 車手去適應這台車 而沒有辦法 讓你在車區進入一些調整 去適應 車手 如果真的 很不夠用 或者是說 你的體型差異太大的話 這個部分 可能 就 畢竟 不是需要 去定義界 改裝套件 然後 整個 做 大幅度的改裝 他有辦法去 使用 你更長的部分 才只能 提供你最基本的使用 呃 自動的部分 他採用的是 日系家族 很常用的 能力性價卡錢 前面的話 他採用的是 對式服務卡 搭配 296的固定碟 後卡錢呢 是使用單火塞的卡錢 搭配 220的固定點 整個 煞車上 很夠用 很夠用 他原廠 我騎起來 其實就 滿足的 滿厚的 所以 改裝 卡錢 應該 比較少人 會去使用 那你如果真的覺得不太需要的話 不太夠啦 不太夠的話 你可能就 先換一下煞車體 或許 就會 點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 自動性能 車架的部分 他採用的是 鑽石車架 鋼管式的鑽石車架 那 搖臂是採用 不對稱的後搖臂 他這樣 弄起來 十分的帥氣 而且 整個 車體性能 鋼性上面 其實反應上也還蠻不錯的 車重呢 不重 125公斤左右 馬力 他 數據上只有20匹 油箱 8.5公升 看起來 跟他的油箱大小 好像大不大起來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他的外面這一塊 他是塑料 裝飾板 他油箱是在底下 所以他的油箱 其實只有8.5公升而已 那 外面這一塊飾板 好像蠻便宜的 而且更換也蠻簡單的 所以 國外 很多人就是 會對這一塊飾板做一些改裝 也很方便 他 油耗 油耗表現 一公升大概有40公里左右 雖然油耗表現算是蠻不錯的 以輕檔來說 以輕檔來說 好像就還好 可是 以 以公升級四缸車種來說 這個 這個油耗是鮮木的數值 對 所以就 油耗的部分個人 去參考一下 畢竟會 取決於你的起身方式 不會有不一樣的 油耗表現 那 大家很關心的是座高的問題 他座高大概是 80公分 看起來好像不高 可是 其實他椅墊 椅墊寬 啊 我坐上去的時候 雖然雙腳給他低 不過 因為 那個 海邊的部分呢 這一點比較寬 所以就有點卡 這個部分 他比300公里還難做 是不是 所以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在 E15A上面 他坐墊 就是我坐起來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特別的寬 是 大團內的時候有點卡卡的 做 這個部分 可能 大家如果在騎的時候 嗯 就無價 就除非你去改 再改 把整個坐墊去做 改造 看能不能去處理一下 那 整個的問題狀況 這台車 騎起來 我是覺得 動力表現上 它 號稱雖然是20T 而且它是 隨人吃的引擎 一開始可能會以為說 它動力表現上 蠻 驚訝的 不過 其實還好 就是 夠用 堪用 不過它 還蠻好玩的 就是 它的是 街車 可是它的引擎 因為它是高端速的引擎 而且 它的 整個的動力 一直到9000轉 都還有 那 後面它當然就 引擎就斷油了 所以就上不去 可是 感覺它在8000過後 它的 引擎動力輸出 其實還是 一直 一直有 所以 這一塊 可能 如果 有動力改造需求的人 把引擎整個 解開之後 把轉速解開之後 可能 本田在這一顆引擎上面有做一點點封印 它的動力表現可能還可以再延伸 它的轉速應該可以拉得更高 對 雖然是街車的外表 不過 它偏偏也就是做很高端速的引擎 它的 低轉扭力真的 波殘 真的 起步就是6000以上 才有 比較有動力 你 前面起步 如果你沒有去 補一點油門的話 也在起步上面 而且有時候在爬坡上面 你想要用低轉 它的力量真的 滿不夠的 以我這種提醒來說 我一個人騎乘 有時候在爬坡 我就覺得它動力 真的在低轉的時候 真的滿不足的 真的 4000 5000 都不夠力 比較舒服的騎乘 大概是 你如果是巡航的話 5000到7000轉 是OK 比較不會整 而且 動力輸出也夠 那 那 你如果要快一點 比較暴力一點 行程的話 大概是8000轉 左右 那 動力表現會比較好一點點 油門反應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整個介紹完畢之後 我們來說說它的缺點吧 CP50啊 有一些 小缺點啊 不過我覺得這些缺點應該是 成本的問題造成的 就是大家最常詬病的 就是它的尺盤 跟它的鏈條 這個部分 很多人都說它不夠用 那 的確機甲也不是那麼的OK 這部分 可能因為成本的關係 所以 之後 有問題就直接把它換掉 就OK了 那 後避震太軟 這無夾 它不可調 你只能換開裝的 沒慘 沒辦法 搭燈不足 跟它講了 搭燈 就外掛物燈吧 因為 LED的遠燈 它就是這樣 這這麼的不亮 你了怎麼辦 售價拼高 那它又是水貨車 這個 這個 又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所以 CP50R 大家說它的缺點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算是缺點 這些其實都算是 它的無奈吧 那 最後 就帶大家來 文能店這邊 新的 農機驗站 那 外面有一個 1比1的魔形屋 所以 大家 如果 1671 那邊 拍完了 如果 還想要拍的話 這邊也有一個魔形屋可以拍 也蠻漂亮的啦 而且 溫能店這邊 行車空間也很夠 那 現在它有一個驗站 買一些 視頻的話 給大家 可以來測去 也蠻適合的 那 最後 還是希望大家 看完影片 多多幫我訂閱 按讚喔 那 光頭其實是自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講述 字幕君 幫我 還有 Корр